中华民国的文化部部长 谢谢 首先我先针对今天你们的振兴计划专题报告 我看到了文化部 你们不再像以往 只以所谓的都会型的形式 拟定相关的政策 在这份报告计划书里面 我也看到了我长期关心的所谓乒乡的议题 你们已经有所琢磨还有强化 但是虽然我们看到了乒乡这两个字眼 但是我有几点建议 也希望你们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报告书的第十页 漫游博物馆文化体验 还有社区进学 在漫游博物馆里面 你们是希望以博物馆 还有地方文化馆推出游程 然后并且针对偏乡和弱势的学生 来参观学习以及体验 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我认为 不仅仅是偏乡的孩子 可以去博物馆参访 我希望未来也能够研溢所谓都会区的孩子 来到原住民地区的文化馆 原住民的文化馆 还有博物馆以及美学馆 然后来认识原住民族增加全民原教的管道 您觉得这好不好 是 这个部分我特别钦佩委员的意见 我觉得这其实确实对都会区的孩子 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我会纳入整体的这个英式立岛的政策领导 谢谢 好 谢谢 如果你们有相关的一些更严您的计划 也能够提供给本席好吗 谢谢 然后呢 我认为刚刚所谈到这个部分 不仅文化部跟教育部 你们可以跟原民会一起来合作 是在文化部里面有一个平台 每一年你们必须要跟原民会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来研译一下 然后更深入的来研译 在委员的指导之下 我们的次长跟原民会的付出 也是有一个平台在进行 是的 是的 这个平台能够让他更精进一点 跟学校合作 很偏向 谢谢 另外呢 你的报告书第十一页里面有谈到 推动文化体验深入教育 今天其实教育部的报告 我也看到了 其实你们已经以前已经有合作了 跟教育部 但是我认为还可以更精进一点 以前在所谓的这个成人里 今天发放你们只聚焦到 十八到二十一岁 我看到了今天你们 其实呢已经有可以深化跟强化 高级中等以下的学校的 艺文团体来合作 我觉得这个 这个放宽是对的 这也是上一次我在咨询的时候呢 我也一直强调的 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了 但是呢里面我还有一点点的建议 也希望教育部跟文化部 你们可以纳入考量 我希望学校能够充分 跟学校在地的艺文团体 学校在地的艺文团体 公益团体 还有各类文化工作者 进行我们所谓的长期交流 甚至是合作 然后给我们的学生 一个培育的舞台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自己的家乡 台中市的和平国中 他们跟我们在地的一个 泰雅园舞工坊 他们一起合作 那这个园舞工坊呢 他们跟我们和平国中的孩子 一起展演的舞台剧 歌舞剧 透过合作 不仅仅能够把一场表演 完美的演出 也能够让学生 可以有机会认识到 什么叫做舞台剧 什么叫做舞台剧的 这个准备过程 还有舞台的一些设施 然后也能够透过这个合作 使专业的艺文单位 来教导学生 能够把这个表演 做得更细致化 所以这个部长 您认为这个平台 是不是能够 也把它建立起来呢 是 谢谢委员 我想委员讲到一个 非常重点 我们一方面是希望 表演团体 艺文团体进入校园 它成为课程的一部分 我们也欢迎学生 能够走出校园 到我们的地方文化馆 但是进入校园的 表演团体 文化团体 我们也都希望是 在地为主 对 而不是又从都会去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 我们是有会把握住 好的 我希望你们跟 原乡地区的这个 重点学校啦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 民族学校 怎么合作 这样的一个精进的 一个演绎 能够跟教育部 跟原民会 也能够有一个专案 我们来特别来 来来看一看 应该怎么做 好不好 好 谢谢您 另外呢 你的报告书的 第十二页 你也谈到了 偏乡的巡演 然后你要强化 艺文的评选 壮大艺术内容 提升文化自信 你们会跟地方政府 来合作 然后你们要征选 媒合表演团体 到偏远地区的学校啦 社区啦 社服机构等等 来表演 你们也会邀请艺术家 还有团队们 在文化部所属的 五大文创研区 还有艺文场馆 资源较不足的地区 来办理艺术创作 及巡演 对吗 是 那我认为 这也很好 但是呢 我还有一些提醒 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那就是我们 经常看到地方政府的 他们所谓的重点扶植的 艺文团体 其实呢 都是属于长期资源 比较丰富 或者是知名度 比较高的团体 那我刚刚提到的 重点扶植是什么意思呢 不外乎就是 地方政府的补助啦 或者是中央地方的补助 所以我觉得 部长 你应该也要了解到 地方政府 他在扶植这些 艺文团体 他的具体措施 还有他的 分配的不均匀的模式 到底是什么 您可以做一些盘点 还有友谊吗 我了解 因为您来自于地方 经常有恒者恒大的问题 对 所以是不是你们能够 有这样子的一个 研议地方政府的这些缺失 还有他的 分配不均匀的 这些考量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 把这些 您刚刚所讲到的 这些计划 然后能够来扶持 更多 在没有资源 以及他的知名度 可能不高 他也需要帮忙的 这些团体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特别来注意 来检讨 确实这长期来 确实是 是 增多州少的状况 底下所产生了 大家的一个 弊病 我想我们会特别来注意 五都可能经费 较好 那其他五都之外的 就更惨 那常常呢 都不会看到 他们宁可把这些钱 拿去放烟火 然后而不去培植 这些真正的 一文团体 这样子 长期以来 其实那个产业 怎么产生呢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这个部长 你必须要先检讨一下 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 作为 还有分配不均的 这些问题 才能够解决你 以上提到的 这么好的一些 一些发展 好不好 好 好 那么 我另外还有提到的 就是希望 未来呢 文化部能够 跟圆明会 你们一起 再来邀及 相关原住民族 因为你也知道 我是原住民族的族员 所选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原住民族的团体 大的 可能只有原舞者 原舞团体 原舞者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布拉扬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优秀的 这些艺文团体也好 艺术家也好 表演者也好 文化工作者也好 在这些各县市政府 不支持的状况之下 他们其实是被埋没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 特别针对 原住民族地区 来召开一个 座谈会 然后我们来 聆听一下 这些地方工作者 他们有什么想法 意见 看法 然后提供给部长 或者是教育部 或者是园民会 然后才能够改善 原住民55个乡 其实我们人数也不多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原住民的艺文团体 其实不少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发光发亮的 这些艺术工作者 其实呢 还有包括这个 运动产业 其实原住民 做的蛮多的 所以我们的艺文 DNA 其实是事实上 文化美感 是比一般人 好的很多 因为我们天生就有 然后部落里面的 这些工作者 也都跟孩子们 相聚在一起 那怎么样 把这些艺术工作者 他们的才能 他们的美学 能够带领着部落里面 一起共同成长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 如果我们不召开 这个工厅会 我相信 可能这个 召开会议 座谈会 可能部长 你也不太清楚了解 原住民这一块 因为高雄市 其实只有三个 原住民乡 对吧 市只有三个原住民乡 对 其他都在都会区 族群很多 对 族群很多 所以我相信你 对于其他的族群 可能也不太了解 其他的地区 发生了什么样的 一些文化产业 艺术团体的 这个困境 你可能也不太了解 是不是我们召开 一个这样子 所谓的座谈会 来自各个地方 那当然首先 原民会必须提供 这些资讯给您 跟委员报告 我想我承认 文化艺术工作者 本身很艰苦 原住民的文化艺术 更艰苦 对 那我想我们会 透过我们跟原民会 这个平台 来完成委员所 希望的就是一个 咨询跟聆听的过程 是 好 今天短短的 大概七分钟 跟你做交流 我觉得有好的开始 其实呢 我们也要给 教育部跟文化部部长 您的新上任 给你一点鼓励 您的这个报告 的确是看到了以前 我长期也来关注 也咨询的问题 尤其是小的地方 那我希望呢 你能够继续 好好的从这个方面 再继续的努力 更加深这个委员 跟部会之间的合作 然后聆听我们的意见 可以吗 谢谢 谢谢你 部长加油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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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